过来这边绕一下 OK啊,我们重新来吧 回到我们温馨的小家 拿上从奶奶家偷来的手电筒 继续来和轻轨愉快地玩耍 沿着右边走廊一直走到尽头 顺便要注意一下在路的中间会刷新一个密码 后面两位是五和二 我们看到了 前面两位在前面的保险箱里面 OK啊,9852 难不倒我的好包 直接继续往右边走到尽头开保险柜 和第一张一样的套娃 9852 拿到钥匙后 继续往右边走 你可以看到轻轨在前面巡逻 快靠近的时候就不要跑了 我们蹲着慢慢走 卡一波极限视角 这样子他看不到我们的 放心 OK,差不多了 直接冲 拿上纸条刷新场景 想抓我还早呢 OK,进入下一关 这一关是要把场景左右两边的房间装饰对称 和第一张差不多 先到最前面的房间看看电视的开关情况 OK,三个全开着的 轻轨还是在左上角固定刷新 不过不一样的是 这次我们要主动吸引一下他 不然等他巡逻过去太慢了 追不上我吧 我们绕到左上角那个房间 看一下房间布置情况 OK,记住后就躲一下柜子 这里他会固定进来房间查看一下情况 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他背对着我们的时候就可以出去了 这时候轻轨会往右边走 不用担心 我们直接去另一边 等他差不多过了第二个柱子 我们就可以站起来跑了 不会被发现的 不要怕 迅速整理一下房间 然后这个抽屉最下面一层会刷新一个炸弹 我们拿上直接原路返回 看到轻轨了 直接过去勾引一下轻轨 来追我呀 这个走廊很长 所以不用担心 拿上我们的C4 过去帮轻轨修房子 他跑得有点慢了 我们等一等吧 然后回到我们温馨的小家 看来他不过来 真不识趣 那我们出去吧 不知道他去哪了 用膀胱观察一下他的走向 OK 他不在 我们偷偷摸到那个刚刚被炸掉的区域 迅速调整一下里面的电视 然后等待钟表停下来看密码 咦 这个钟怎么不停 我知道了 估计前面拿C4后没有把抽屉推回去 转角遇到爱 不过不用慌 马上往左转 我们从这里绕到右边的房间里 过来后迅速修改一下抽屉的位置 这里我想把他吸引过来和他绕一下的 结果他不进来 他被那个钟吸引过去了就很麻烦 为什么敌人不优先追击玩家呢 就当你放我一马吧 我们先偷偷跟过去看看情况 应该是在那个房间里面 算了 等他出来吧 勾引一波 然后马上走 哎呀 好像没勾引到 终于看到我了 勾引一波 直接绕 然后过去看密码 哎呀 老远浑花了 没看清 那就再绕一圈 十一点三十六 密码是一一三六 我们绕到大厅外面去 尽量和他拉开点距离 这个女主角也是被折磨得一直喘气 她应该还在我们后面 并且离得挺近的 哎呀 别踩我脚 去右边区域的柜子躲一下 爷 柜子呢 哦 对称的 那这边的柜子应该在左边 看我又犯糊涂了 那我们卡一下极限时间 堵一下右边的柜子 直接进柜 OK 她没看到我们进柜 就不会把我们抓出来 这波也是非常极限的好吧 OK 她走了 我们去开密码 和本小姐比 你还差一点呢 她应该会在前面路口右转 我们偷偷摸到前面去 尽量等她离远一点了 再开始跑 OK 尼玛正确 进入下一关 我们还是往右边走 前面几关都是两边对称 这一关是两边相反 先去右边的那个房间 然后绕过来 弄完这些谜题后 地图中间也是会刷新一个逃离的钥匙 黑白房间就是我们要记的 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是开 那么等一下对应的第一个就是关 这里轻轨会固定巡逻过来 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像记错了 不是这里 第二个房间是关 第三个也是 第四个是开 那么开关关开对应的就是关开开关 这里蹲得着不要被发现了 这里蹲得着不要被发现了 第一个是关对了 开我在你后面哦 第二个是开也对了 哎呀好像被发现了 咦这个房间的遥控器在哪来着 OK看到了 先和他拉开一下身具 他好像被刷新的钥匙给吸引了 我们过去看看 果然 他往左边走了 我们摸过去拿钥匙 拿完钥匙往右边走 出口在右边 OK啊下一关 又是我们熟悉的地下室 不过这次轻轨 不在这和我们玩了吗 纯靠吉拉杆顺序 这一关就直接过了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OK接下来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我们拿上纸条 不过这次房间居然变红了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要出意外的 我们往左走到尽头 注意这里的第三个阴影区域 等一下会有高能 哎呀 你还是出现了呢 不过 你追得上我吗 我们需要带着天线宝宝绕地图一整圈 波温新提示长按视频可以帮助我跑得更快 看到被撞开 不过来的墙壁了 钥匙就在里面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天线宝宝还在不在后面 好吧 他没追上来 那我们就去拿钥匙吧 不清楚他在哪个位置 比赞 OK 下一关 又是我们熟悉的挂电话环节 我们来找一下电话位置 感觉很接近 好吧 一点都不接近 在左边那块区域 不知道轻轨在哪儿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毕竟这块区域被发现了 就很难甩掉 看到轻轨说大的头了 不幸的是 它在我们电话的那边 幸好离得不是很远 OK 等第二个电话位置 哦 不 又刷在了第二区域 先用膀胱观察一下轻轨位置 很好哦 它不在 找到你了 挂完两个电话后 第一区域的中会吸引轻轨过去 我们必须在轻轨到达之前看到密码 OK 我们走 注意不要被发现了 不然很麻烦 轻轨这次停留的时间好短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还是顺利到达 阿哲 记错了吗 终于打开了 太不容易了 又是我们熟悉的菜数字环节 先去右边的初始房间看看第一个密码 要关灯才能看见 9 9等于3乘3 所以下一个房间是33号 这关就是考乘法 把你得到的数字分解成两个数相乘 但是第一个数要在1到6之间 第二个数要在1到4之间 哎呀 走过了 这是第四排 16 16可以分解成4乘4 所以下一个是44 18 18分解成6乘3 下一个是63 你就简单了 就是1乘1 11号房间 顺便提一句 这关如果你没有关错灯 轻轨就不会出现 关错的话 它会马上刷新在你身边 拿到最后的钥匙 我们马上走 因为拿到钥匙轻轨 就会刷新出来 要注意停脚步 到4 0 1 3 2 1 2 3 4 OK 接下来到boss站了吗 出来后我们可以看到 轻轨已经等候我们多时 这关直接用暴力破解法 勾引轻轨让他来撞破四个墙面 来和姐姐玩吧 每次撞破墙面后 轻轨离我们的距离会很近 所以建议绕一圈来拉开一下身距 主力不要被地上的碎片卡到脚了 有时候死得真的很冤 OK啊 来撞第二个墙吧 继续拉开身距 第三个墙 第三个墙 前面就是最后一个 真是太谢谢你了呢 绕最后一圈我们就可以过去那边的房间了 拿上纸条结束第一段boss战 然后进入下一段追逐站 轻轨会再撞破三道墙后来追我们 我们直接跑就行了 现在他离我们的位置很近 我们绕一个大圈回去 进入第一个路口左拐 只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可以到达终点 顺便记一下路上出现的红色数字 一共有五位是终点保险柜的密码 57051OK 通关了好吧 我尊贵的无伤象征呢 不管了 直接走 我尊贵的无伤象征呢 原来你在这呢 我们最终张剑哦 我尊贵的无伤象征呢 找个换成的 帮供 我尊贵的何缾 我尊贵和tv 我尊贵等大家 我无九 bitcoin 我尊贵的无伤变 我跟佛 firing